大家好 姚哥 今天咱们发一个日常视频 我现在去开那辆皮卡车 咱们一起去南方 从回来到现在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这车比我想象的要干净 我以为特别脏呢 还能接受 咱们一会擦一下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车的轮胎 轮胎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车其实一年也开不了几次 以后得多开一下这车 然后拍一下自驾游的视频 不然停在这有点浪费了 这个是车的房箱 这次走河西走廊多亏这个房箱了 特别的好 接下来咱们去把车洗干净 然后出发 下来咱们再走 现在这个房墙已经是升顶了 这个房墙内部其实挺宽敞的 但它有一点就是这个高度 我身高是185 大家看我在房墙里是站步直腰的 但是没关系 因为咱们在房墙里不可能一直站着 大家看 进房墙里咱们就坐下了 不影响使用 这个后边就是大床 它是抽拉式的大床 还挺宽敞的 这就是出去拍摄自己的一个小家和办公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坐到房墙里跟大家简单的聊几句 就是在去新疆前 关于这个视频风格要改动 就是竖板横板的问题 这个竖板暂时还不考虑 那么横板视频的题材可能会增加 有很多朋友说小赫要换风格了 就很多朋友不太高兴了 就是不拍古迹了 不拍古墓了 并不是 古墓古迹不会放弃 还会拍 然后我想了一下 就是插播 就是把日常和旅游类的一个视频 然后插播 今天更新古墓古迹的视频 然后下一个就更新日常生活 包括风景类的视频 然后更新完风景类的视频以后 然后再更新古迹古墓的视频 就这样插播的方式去给大家更新 这是最近的一个想法 还有就是新疆的问题 这个新疆型呢 包括河西走廊的视频呢 咱们还会更新的 只不过得拖后 就是先发几个新的视频 然后去带一个视频 就这样发 关于这个问题呢 在评论区我已经回复了很多次了 我就不想在视频里 再跟大家去 再去聊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这次去南方 这次去南方呢 不是 主要的不是去拍摄 是和几位朋友聚一下 这些朋友呢 大家肯定认识 也都是古迹古墓的作者 还有呢 就是这个房箱 我准备要对它进行升级 换了一个全新的房箱 这个房箱呢 到时也会给大家拍一下 就是它的变化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最近一些海外的朋友 给我私信说 关于脸书这个平台账号的问题 在脸书上有一个叫 小鹤旅行日记的账号 粉丝量目前是800多人 这个账号不是我本人 它是一个假冒的倒号 在没有经过我同意前 擅自冒充我 并倒用我的原创视频 时间还挺长了 如果这个账号给大家私信 千万不要相信 那个不是我本人 它是一个假号 还有其他平台 冒充我的这些账号 我证据已就保留了 时机一到 我一定会处理这些账号 在这儿呢 谢谢所有朋友 对我的支持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咱们就一曲 去南方 大家猜一猜 我这次去什么地方